吊车吊起特制交罚 一旁人员协助帮忙把它摆放定位 船上大大的铁笼 铺上橘红色的塑胶布 上头斜着号码 这是军方委托民间企业 协助制作的实弹靶船 这每个靶都是由厂商配合 军方要求特制 接着渔船再一艘艘的把靶船 往外海拖 一艘船拖着两艘靶船到定位 军方演习要成功命中 背后配合厂商也肩负重任 但其他军种也有配合 这次的射击任务中 就怕有船只误闯入射击区 海陆弟兄也出落快艇协助介護 漆黑色的船身 上头还有显眼的国旗 在海面上准备出港 海陆两栖征收大队的 国造M1洞9突击艇 搭配着热险象仪 登船工具等等 平时执行港区征防任务 战眼讯使也负责安全航道布设 这回神印操演也扮演 重要危安要教 这回神印操演 包含事前预演和任务提示 一共约一周 年度操演对游客来说很新鲜 但对附近住家或职业者来说 确实有点不便 我们管制的时间 他管制的话 我们就是不能营业 不能接客人 然后现在又是暑假到了 就很多客人都会打预约 就说请问可以飙伤吗 就说不好意思 因为现在军方演习 沙漠管制 我们是要支持国军 他们也是要练习 才能保卫我们国家 毕竟囧棚大沙漠是屏东 飙杀胜地 虽然被迫歇业 但业者也希望操演能 精实有效 才能军民一体 附家园 订阅市场刘宜俊 还有屏东 常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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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